知欧洲 无欲知欧洲 何如 想去欧洲玩 去了欧洲该怎么耍 欢迎收看知欧洲 知道你想知道的 关于欧洲的一切 欧洲签证分为生根与非生根两类 非生根 国家对签证的要求各不相同 例如塞尔维亚允许中国公民落地签 而英国与爱尔兰的签证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通 前往这些国家的小伙伴 根据该国的政策 办理对应的签证即可 已经加入生根协议的26个国家 则允许大家以相似的流程 办理生根签证 实现宜正走天下 首先 递交申请的国家 必须是主要目的国 当行程中包含两个以上国家 就要遵循主访国原则 向逗留时间最长的国家的 驻华使领馆递交签证申请 如果逗留时间相等 则遵循首访国原则 向首先入境国家的使领馆 申请签证 一般来说 申请生根签证的时间 不能超过行程开始前的三个月 也不能晚于出发前15天 遇到法定期假日 则要预留更多的时间 首次申请时 申请人需要亲自到现场 将指纹与照片 录入签证信息系统 有效期五年 好了 欧洲签证讲解完毕 对欧洲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们 赶紧准备签证材料吧 欧洲客名族的美景 美人 美食 正在巧手期待你的到来